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有点犀利,有点帅的Black 上节课我们讲了我的博客列表页 那么这节课我们重点来讲一下我的博客列表页中的分页函数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分页函数是怎么样的 这个分页函数老师写在了什么,写在了tools这个class下 这个class在lib下,这是一个公共的文件放的地方 然后这个文件命运函数是下滑线pageinfo 老师的命运习惯是所有静态的函数都以下滑线开头 都以静态的函数开头 同学们猛一眼一看这个函数,哇好长啊,好复杂 确实挺复杂的,但同学们不要害怕 老师这边专门用于节课时间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分页函数里面的逻辑的具体实现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分页函数干件什么事写这么复杂 我们先看一下啊,老师造了几条数据啊,灌了一些数据进去 现在总共灌了14条数据 这个分页只有两,分页现在只有两页啊,不是很明显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让它实现出更好的功能啊,再灌吗,不用 我们现在只需要,只需要把这个分页的一页多少条改一下就行了 现在十条地方,我们改成一条,这个时候就是非常,就是14页了对不对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能很直观展现出这个分页要干什么事啊 好,我们看一下 现在分页出来了啊,1234567,我们点一下,点2,点3,点4,点5 哎,发现变化了没有,变成2345678对不对,点6对吧 发现没有,它这个页头和页尾不停在变化,我们接着把它点,我们接着把它点啊,接着把它点啊,它一直在有变化 我们点8,点9,点10,点11,点12,点13,哎,看到没有,发现没有变化了,是吧,为什么没有变化了,为什么没有变化了,同学们 是因为它,到最后一页了对不对,现在总共有14页对不对,到最后一页它不能再往下变了,因为没有这些页说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要做这样一个分页,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分页 这样一个分页,看到没有啊,就是说,如果它左右,它的左右,就是说最头和最尾还能变化的时候,它这个选中一直停在中间 同学们是不是用过这种分页啊,这种分页其实很多件啊,很多件 很多件,这种分页啊,说简单不简单,说难不难 所以说我一定要给同学们讲一下啊,这工作中肯定会碰到的,写起来其实还挺头疼的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具体逻辑,我们看一下具体逻辑,具体逻辑哪,在这儿,我们第一个是先判断它有多少条,哎,如果它小于0的话,小于等于0,那直接是嘴吞出去的,咱们不要走下面什么复杂逻辑了,是吧 接着往下看啊,page max等于sale,total,limit 这个sale含数是干什么呢,干什么呢,我相信同学们应该对分页有一点了解了啊,如果不了解,老师这边大概再讲一下,假如这一页有十条,也有十条,那我们现在有十条数据,那我们这个时候十除以十,是不是等于一啊,只有一页对不对啊,那如果有十一条呢,十一条的时候,十除以十等于几啊,等于1.1对不对啊,只有1.1啊,等于1.1应该是多少页啊,是吧,两页是不是啊, 是吧,如果它有小数,它就等于两页,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它取余不等于0的话,它就是,它就应该加1,对不对啊,同学们能理解这意思吧 那实际上要写一个if else是不是写起来也不太好看啊,是吧,但是ph很贴心啊,它出了一个函数sale,这个sale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数值等于3.1,3.4啊,或者是3.6,它直接就变成精维到4了,能理解意思吧,正好用于分页函数,同学们把这个函数记住啊,这个写出来是不是感觉, 代码很好看啊,大家看,if当前页啊,page是当前页啊,page是当前页,当前选中的页,如果小于0,那么page等于1,如果当前页大于总页数,大于这个总页数,那么page就等于总页数,是吧,这是做一个有效有效范围的一个控制啊,有效范围的控制,好,接着好像看啊,接着好像看,这个时候,它就用到了这个how page,how page,现在同学们知道how page是干什么的了吧,how page干什么呢, 如果还不知道,同学们就有点,是吧,对不起老师这么辛辛苦苦讲了,how page就是这个啊,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总共这个中间有多少条,是吧,它一直保持有7条,对不对,如果数据够的情况,一直保持有7条,how page就是这个,这个时候我们取how page的中间值,中间值是几啊,7除以20几啊,3.5是吧,我们intle一下是3,是吧,也要保证这个光标如果在左右都可以变化的时候,一直停在第三位,就是这个东西来干的, 好,我们接着来看啊,下面看这个就比较可怕的逻辑了,这个page加密的,page加密的,page加密的,等于,不是,大于page max的时候做这段,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当前页啊,当前页,当前这个,就是当前页,当前页的第五页啊,第五页加密的,5加3等于8,如果加3等于8的时候,大于page max,page max现在几啊,是14,是不是啊, 现在我们把它调成最大,你调成最大,调成13吧,如果实现的是13,13加3等于16,16大于14,大于14,是吧,那就走到这里,这是什么个逻辑啊,page max减how page,就是说14,减7,是吧,加1,如果大于1, 这什么意思啊,这就是说我们要取什么,要取这个值啊,14减,14减7等于7,是吧,14减7,14减7等于7,是吧,7比什么加1啊,因为这是,这是什么,我们是从第一页开始的啊,从第一页开始,没有0这个值,所以我们把1加上,如果这个值大于1,如果这个值大于1,那么,那么怎么,那就是,那就选中这个值,这是个三元运算符啊,如果这个值小于1呢, 那就等于1,这就是害怕这个page star出现复数啊,能理解吗同学们,如果这个长度不够长,那会出现复数的,这个样子会来控制它是否出现复数,这个时候page star是几啊,page star肯定是几啊,page star肯定是8,是吧,你再选14啊,还是再选13啊,还是再选12,还一直是8,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段判断,它控制了这个page star,然后接着往下看啊,接着往下看,看这个,如果呢,它小于这个呢,小于这个,小于这个,咱们就算,找个小于的, 11,11不行,14,10,10加3等于解,等于13,是吧,10加13是吧,这个时候它就发生变化了,就变成7了,这变成13了,对不对,先看这个7是怎么算出来的啊,如果还走这儿是吧,然后page star,等于page,现在page是几啊,现在page是几啊,配上page是10,10减3等于解,等于7,是吧,如果它大于1,如果它大于,那么就, 就是说,这个值肯定不是负值,对不对,肯定不能是负值,所以这个就是干这么一件事情,那就等于它,要么就等于1,现在是几啊,现在10减几啊,10减3等于7,这是不是到7了,对不对,那如果等于负数呢,负数要等于1,是吧,这个负数是怎么看啊,我往前看,如果我们往下看,我们这样看,现在是2啊,对吧,2, 2减30几啊,是负数是不是啊,是负数啊,是负数啊,是负数啊,应该是几啊,是不是1,对吧,这好像是干这个事的,对吧,这好像是干这个事的,就是说这个值是控制这个star不能成为负数,对吧,他就是说,就是说这个这什么这一段,就是来控制这个star到底是从第几页开始,这个是star从第几页开始,接下来我就看这个page n,也就是说结束是第几页怎么算出来的,然后我们看啊, 当前页减3,当前页减密的,如果大于1的情况下,他应该走这一节,我们看一下这什么时候当前页减这个3,大于1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选第4点,第4也是吧,第4也是不是,4减3是不是就大于,大于这个1了,对不对,但是4这个还不算明显,我选了5吧,因为4是个值还是比较特殊的,也不算特殊,因为它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它其实在程序里已经有变化了,我们选5吧,5, 5,5减3,5减3是不是大于1啊,是不走这儿,是不是,然后我们看page n呢,在这个时候page n呢,page n等于page n等于page加密的,就等于几啊,等于5加3,是不是,是不是等于8,对不对,是等于8,对吧,是吧,就等于这个值,但是这个值呢,不能大于page max,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不能大于最多的那个页,最大那个页数,对不对,所以说这里还做这个三原判断,如果大于最大值,那么它就等于这个,等于page max, 要,如果不大于最大值的话,那就等于他加他,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这个潘远运分符是在什么地方体现的啊,在什么地方体现的啊,咱们往下看啊,就在这个时候体现的,比如说12,切13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吧,12加30几啊,15是吧,15是不是不能往下走啊,是大于max了,是不是啊,大于page max了,是不是啊,他就应该等于page max,是不是啊,13也是一个道理,对不对,是吧,这个page n呢就固定住了,是吧,同学们理解住了,固定住了,是吧, 那然后看,如果当前页减密的小于1,是什么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看一下当前页减密的小1是什么情况啊,当前页,当前页那就是说它肯定是小于3了呗,是吧,小于3,或者是等于3,是吧,我们就去看2,2就比较明显一点,2是吧,如果它等于2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它什么意思啊,page n呢几啊,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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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呢几啊, page n呢几啊,同学们自己想想page n呢几啊,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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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呢几啊,他应该等于1,对不对,因为他走到哪儿,他走到这一级来了,对不对,是不是这一级啊,是不是这一级啊,是吧,因为他加起来没有大于page max,对不对,不过你走哪个都无所谓,因为他page n呢几啊,是吧,已经算出来啊,是吧,已经算出来啊,然后我们现在看啊,page n呢,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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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呢, 是等于1的,因为从这个逻辑走出来,就是等于1,同学们可以自己理一下,自己想想是不是等于1,那就是1,加 have a page,等于几啊,等于8,8减1,因为我们从第一页开始嘛,跟这样逻辑实际上,这样是加1,这样减1,我们把这一减掉是怎么样,等于7,对吧,等于7,那这个地方如果等于7的话,是不是啊,是不是就是现在这个逻辑,对吧,是不是等于7,他就到这个7了,对吧,我们123,是吧,他这个最后一页都是7,是吧,但是如果没有7页的话,我们显示7页数就不合理了,对不对, 所以说呢,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如果它大于page max,如果它大于page max,那么我们就选page max,是吧,如果它小于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对不对,大家有同学们觉得奇怪,我们是不是可以改成这个,我们知道是不是可以做个优化,是不是,可以做个优化,做个什么优化,做个这个,是吧,做个这个,直接它等于have a page就可以了,等于have a page,那老师为什么还要这样写,page start加have a page,对不对,简易,这个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们说的, 数学逻辑,对不对,数学逻辑,这样看起来比较,比较看起来能看出来逻辑是什么样的,对吧,能看出来逻辑是什么样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把改成这样,等于算是一种计算机逻辑,就是说看起来简练一些,是吧,看起来简练一些,但是你提取一点逻辑可能就不方便,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影响,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对不对,好,这就是说page start和page end,这个分页它的精髓就是在这一节而已,在这一节而已,在这一节而已,同学们可以自己 可以自己想一想,可以自己想一想,这个精髓是不是在这里,对,肯定在这里,自己好好想想这个精髓是怎么实现的,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去循环一个page array,就是说这个下头这一节的一个页标,是吧,这节的页标,是吧,同学们,这就很简单了,然后再往下看,这个吧,page付给page info,total,page marks,page array,start, 这是干什么,这是用来切分数据的,等会我们出去看一下就知道了,然后这是咋,每页有多少条,每页有多少条,好,我们再找到它具体应用的地方,man,block model,我们看看它,这个地方是什么,tools,下滑线,page info,这一看啊,刚才记得,这肯定就是一个进展方法,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分页信息算出来,算出来以后呢,算出来以后,我们用这个信息干什么,做切割,首先我们要判一下,判一下,判定一下,这个是不是个受阻, 如果不是数组的话,直接掉这个array slice,会报错的,会报错的,我们做一下判断,这是好习惯,我们从page start截到,截多少条,limit条,然后付给它,这就做了一个分页,这是分页的一种啊,还可以用数据库去做分页啊,就是limit那个尾结尾,就是这个,limit10-10这种去做啊,老师为什么没这样做啊,一日图快,二是什么, 二是,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个人博客,所以我们发的数量是有限,全取出来也无所谓,一个人每年每天发一条,每天发一个博客,也就是365条,是吧,也没有多大量,但是同学们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以自己改造一下,改造成数据库分页,逻辑是一样的,只是把这个array slice改成读取的时候进行分页,好,那么我们就把分页逻辑讲完了,这些课主要东西就讲完了,我现在给同学们留几个作业啊,这个我们已经讲了三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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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三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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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节 这个根据同学们自己的爱好来做 二一个我们自己一定要写 一定要写那个分页函数 最少几遍最少写两遍这样才能理解 它到底里面精髓是怎么回事 然后三思考分页函数是否可以硬化 好同学们这是这些课作业 同学们一定要自己亲一定要亲自拿手写一遍 一定要手写一遍 演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 写程序学程序一定要写一定要写 一天最少写100行代码 不然你光听是提升不了自己的技术 好那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同学同学们收看 有点犀利有点帅的BLACK讲解 PG博客系统中的发帖模块的开发 好下节课我们再见